猪大肠17块9 这是洗好的吗还是啥 这大概是洗好的 怎么一倒出来了呢 换一个大一点的 我看出这个蹄膀了 我好久没有看到过蹄膀了 我们那边就是蹄膀 这个要太大了 那我搞这个 这个妈太小了 这个太小了 搞这个11块9一斤 今天在漏7块9 师傅给我拿一个 拿这个 对 11块9 我撑一下 多少 四十几开啊 刚才说烧烂洗出来的了 哦 刚才 哦 我 四十三块钱了 我没想到这么贵啊 这是这个这么重啊 1.830 1.830公斤 要三斤六两了 那昨天买到50块钱 就被我用掉了 拿这个豆腐制品 这有那个 湖南香肝 这是湖南的 哦 这个豆腐干 这样一个都5块9 这还是些豆油棒 还有这种呢 叫烤果 一块9 一块7的 豆制品 跟我们那里不一样 这是什么 薄薰干 这也是豆腐干啊 嗯 这个不要多少钱一斤 这个还挺贵的 这个 油油条 油豆腐条 油豆腐 哇 还有这种香肝 还有这种香 这种酱油的豆腐干 要不老豆腐 可乐3块9搞活动 我买过一瓶啊 要去看看有什么啤酒 买点啤酒 无数啤酒 10块9 这也是无数啤酒 还有冰啤酒5块钱 这里没啥啤酒呢 好了 买好了 现在又下雨 现在还早啊 上哪里去逛逛呢 现在3点多钟 今天走到那个大桥上去看看 这条是江源路 对往那个方向走了 应该往这个方向走 江源路走 建材城 这里面还有建材城 我现在已经在山上了 前面就上那条路了 红米饭快餐厅 这里也可以下去 下面有那个 铁桥路 先往那个大桥上面走 现在应该转弯了 现在应该转弯了 观月 购物广场 海鲜批发市场 这就上大桥了 这桥也很高 起码50米 那边东边我去过了 下面是铁路 那边是火车站 你看 这个 这个往南的那里 怕人家抛东西下去 从那边可以看到 汽车站 这边 这边看那边清床 那里还有那个 叫什么 梅泥场 这挺高的 挺恐怖的 这五六十米呢 快去 那边 那边就是汽车站 我就住在那个城庄里面 现在走过去要 要从山上下去 或者绕一个很大的圈子下去 哇 跳下去必死无疑啊 我有恐高的 到对面去看看 过来啦 这就是 叫什么 第九小学 那边 那个铁路桥可以上去走的 从哪上去走呢 今天下雨啊 光线太暗了 好 好 往那边下去啊 往那边叫什么 叫那个铁桥路的 往那边走 哪天天天好了以后 我到这里来 走那个铁路桥 那个小学的规模在上面看 看得清楚了 没事就在那个 周围走走 看看山景 不是挺不错的吗 这桥有火车 这桥大概是 这个桥大概是废弃了 嗯 再一个停车场哎 这个车是怎么开上来的呢 公司从那边都圈子过来的 这里小学生的制服 从这里下去 不知道走的通走不通啊 我这个门荡进去 再绕到那边 就是那边一个停车场 我现在就往这儿走了 这里是小商会建材展示中心 地图上展示的是没有路下去的 我想看看有没有楼梯下去 现在转个弯 我这有路下去的 我这里我好像来过的 这里有房子有出租房的 200块钱人家不肯 就这条路 就这条路 下坡下坡 那这家人家我也问过的 他那个房间挺大的 200块他不肯 还有 下边我打过好多电话的 有一个人肯200块钱的房子 单间 但是住一个月他不肯 这里要住房了 好下来了 这里就是铁桥路 我来的时候就在这里住了一家旅店 我这里面有房子住的 这房子很窄的 你看 还有这种房子 前面就有那个旅店 福星旅社 我就住在里面 20块钱的一个房间 我这里招待书 再往下走 穿过那个铁路 地道我就到家了 好我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好